你好,我是昆仑刘石,欢迎您来到书馆,咱们一块聊天讲故事 今天呀,咱们继续讲这个清平、准嘎尔达瓦齐步之战 哎,这就是这乾隆皇帝十大武功其中之二 对喽,今天咱们呀可是要入正活了 这我得跟您解释一下,前面这一礼拜呀,咱们不白折腾 前面这一周的书啊,我要不给您捋清楚了讲明白喽 您呢,对这后文书啊,您就接不上茬,食不上弦 哎,有人说不能吧,当然了,不排除您呢,那知识渊博 您对这个清准战争啊,您是一门清 可是咱们得照顾那个好听故事的大多数的听众不是 几句闲言勾开呀,咱们就得书归正文了 在这儿啊,他有个问题啊,咱不妨啊,先讨论一下 哎,您说这乾隆皇帝十权武功的第二功 清凭准战尔达瓦齐部 还有呢,就是持权武功的第三功 清凭准战尔的阿姆尔萨纳部 这名字听起来呀,您不觉得它奇怪吗 您看啊,这康熙皇帝呀,三征战尔丹 雍正皇帝凭策望阿拉布坦之乱 还有啊,就是昨天咱们上文书交代的 雍正皇帝凭战尔丹策灵之乱 清政府所评定的这些呀,都是准战尔的大汗 为什么单单到了乾隆年 要交代一下,这是清平准战尔的达瓦齐部呢 因为啊,这乾隆皇帝就没看得起达瓦齐 他就不认为这达瓦齐呀,是准战尔的大汗 也从侧面的说明了,这达瓦齐的汗位呀 确实来之不正 那么至于这达瓦齐的汗位是怎么来的 哎,这就是今天咱们要聊的故事 乾隆十年的时候,九月那一年呢,是1745年 墨西蒙古准戈尔部的大汗,戈尔丹策灵啊,死了 怎么死的呢,很蹊跷 哎,这草原上啊,闹了流行性瘟疫 这种瘟疫啊,是人出共得瘟疫 到现在啊,也没人说得清啊 乾隆十年,墨西草原上啊 流行的这个瘟疫到底是什么瘟疫 很不幸,这戈尔丹策灵啊 作为大汗也没能躲过这场瘟疫 就在九月份,身归纳世,是死了 死了,人死盖棺定论 要说这戈尔丹策灵在活着的时候 确实没少给这大清国制造麻烦 可是呢,要作为说呀,他是这一个不重的大汗 他可没少给这不重啊,谋夺福利 在他做大汗的期间呢 和清政府,也就是雍正朝廷啊 签下了和平条约 十年的和平,给他的韩国带来了很大的发展 在这期间呀,他还抵御了这红毛鬼子 俄罗斯人的东晋 并且呀,还在这边境上开了护士 让自己的族人不重得到了很好的修养生息 可这一死呢,麻烦来了 什么麻烦呢 这老子一死,儿子要多呀 那分家产就成了问题 这大汗一死啊,谁继承汗带 那就是个更大的问题 那么说这戈尔丹策灵,他有几个儿子呢 咱们知道的就有三个 咱们一个一个的说啊 他的长子啊,叫喇嘛达尔扎 有人说这长子怎么还有这么个魂号啊 怎么还喇嘛达尔扎呢 哎,这可不是魂号 因为呀,他是真做过喇嘛 正经八百的,剃度出过家 哎,这个藏传佛教剃度不剃度 我就不太清楚了 不过是肯定出过家 并且呀,还有佛号 叫做俄尔德尼巴图尔魂胎记 前面那些落里巴缩的呀,是号 后边这个胎记呀,是贵族的意思 您别看,他这哥们儿是个曾经修行过的人 可是脾气大,爱生气 动不动啊,就爱给人使个酷刑什么的 在他父亲活着的时候啊 没少离战宫 可是他有一个最大的劣势 是述出 也就是说呀,他在大汗的众多孩子当中啊 虽然年居最长 但是是小老婆生的 不但如此啊,这和尚哥哥呀 哎,他的妈妈出身还很低贱 很可能啊,就是普通的牧民家庭出身 更有可能啊,就是奴隶出身 史书上没细说,只说是其母出身低贱 那么这大汗就没有狄出的儿子吗? 有啊,据说呀,这大汗的狄附近呢 身份地位非常的高 生了一个儿子呀,叫做策望多尔基纳穆扎勒 哎呀,我的天哪,你说你一个蒙古人 你叫个扎里猛干不得了吗? 你非叫这么长的名字 我真照着念呢,都快念不下来了 这爹呀,虽然是死了 可是爹的朝臣呢,爹的老哥们还在 于是这些人呢,就拥立这个策望多尔基纳穆扎勒 做了这准赶尔布的寄人大汗 哎,刚才啊,咱不是说了吗? 咱们知道的啊,这个赶尔丹侧灵啊 有三儿子 那他们家老三叫什么呢?哎,是不是他们家老三排不排行再三呢? 咱们也不清楚 但是只知道啊,还有一个儿子叫策望达石 这策望达石有什么故事啊?咱们一会儿再说 咱们先把它按一下呀 让他呀,先歇会儿 这老二啊,策望多尔基纳穆扎勒当了大汗以后啊 这大伙一看不是那么回事 这个人呢,天生的滥杀 暴虐百姓不说吧 还荒音无道 这没过多久啊,大汗身边的宰丧们就发现自个儿啊 都多了一顶啊,戴婶的帽子 这有点啊,适可忍赎不可忍 疏忍呢,神也不忍 归忍了,王八不忍 一了二去啊,这准赶尔布的贵族和大臣 就和这大汗离心离得了 有那些啊,出气苏憋着坏的,就想把这大汗怒死,另立新军了 这领头的是谁啊,这领头的,您记住了,是俩坏人 一个呀,是辉特布太吉阿姆尔萨纳 还有一个就是那个大将大侧灵敦不多的孙子 哎,他叫达瓦奇 哎,您看这回多清楚 这两大主角啊,这一下子就都跳出来了吧 经他们密谋筹划之后啊,他们决定啊 推翻这个策望杜尔纪纳穆扎勒 那推翻了大汗,扶谁来继位呢 那不是有一个现成的和尚哥哥吗 这笛子没了呀,那么长子就得盯上去呀 那有人就得问了,这俩人费这么大劲 推翻了一个呀,还得扶持一个 干嘛不自个儿做这大汗呢 哎呦,您可别小瞧了这准嘎尔布 这准嘎尔韩国呀,那是有法典的 谁来继承大汗,怎么继承大汗 谁有资格来继承大汗,那都是由法可依的 要是把这法典掰出来,竹条掰去 这两个人呢,都没有资格做大汗 这里边啊,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知识啊 我得跟您交代一下 哎,咱们说这准嘎尔韩国是怎么来的呢 您甭管说他后来分了多少只 但是啊,他们的祖宗是谁呀 瓦剌 把明英宗抢到末北的那个瓦剌的太师野仙 您还记得吗 那个就是那嘎尔丹的七世祖 这只蒙古人呢,兴臭罗斯 虽然不是这黄金家族成吉思汗下边的血脉 但是啊,是这个铁木真兄弟的血脉 妥妥的贵族太计 瓦剌,这是明朝人翻译出来的音 到了清朝的女真蒙古啊 她们都是一磨子,说话都有点带舌头 所以说呀,就不管她们叫瓦剌了 就有点音译了,叫魏拉特 后来啊,又降服了一些墨西蒙古的部众 这里边有一大只啊,叫鄂鲁特 这些人呢,可就不是贵族了 就是普通的牧民部众 在这准嘎尔韩国要想当大汗 哎,那简单了 不但呢,你得是这个魏拉特 并且啊,还得姓绰罗斯 那么这么一来呢 一下子就把这二位画圈外头了 您还记得咱们刚开书的时候 抛出那个问题吗 为什么平定这两个人啊 都叫做平定准嘎尔某某部 连乾隆皇帝自己和这个大清朝廷 都不拿他们两个人当大汗 当然了,这是后话 他们二人啊,自立为汗以后 并且剿灭他们的时候啊 这乾隆皇帝的诏文诏书上啊 就这么一条 说这二人呢 是窜了这大汗的位 于是这两个人呢 就联合其他贵族 把他们的大汗 测望多尔基纳姆扎勒 独瞎了双眼 囚禁于阿克苏地区的一个监狱里 最后啊,这名字不好念的大汗呢 哎,就死在了监狱里 实际上啊 算起来这俩坏人呢 跟这个大汗不光只是君臣的关系 他们还有亲戚关系 这阿姆尔萨纳呀 跟大汗的关系最近 他们是表兄弟 怎么个表兄弟呀 这大汗呢 是策望阿拉布坦的亲孙子 这阿姆尔萨纳呀 是策望阿拉布坦的外孙子 并且这里还有更近一层的关系 这阿姆尔萨纳呀 是这大汗的亲姐夫 那么说这二人呢 把这个大汗毒瞎了眼镜 流放到了远方 又把这个和尚哥哥扶上了汗位 那么这个二人就倚着这个傀儡政府 吃香喝辣 做他们背后的太上皇呗 哪那么容易呀 这和尚啊 他可有点和尚脾气了 压根啊 就没打算听他们 更别说做什么傀儡政府了 于是这二人一善良 觉得不行 还得从长计议再做打算 要知道这两个人呢 他又憋出了什么坏主意 咱们还得明天接着聊